東流交通船是手流球的鄉民呢 往返加上及台灣本島之間的唯一交通工具 而為了鄉民權益 其實不管是公營或是民營船隻 都會開放給鄉民優先來搭乘 票價也只要100塊錢 不過昨天就有鄉民說要從手流球搭船到東港 船公司卻是先開放給遊客上船 他自己呢被擋在圍林外頭 因此破轟根本是大手演 對此呢船公司澄清了 說是因為這當時鄉民比較晚到圍林已經關上 但是未來呢不會管制圍林絕對讓鄉民優先 民眾在碼頭等待船班 船公司劃分區域 左邊是為琉球鄉民特別規劃的鄉民通道 右邊是旅客專屬通道 以往優惠鄉民都會先開放上船 但卻有人要去東港活生生被擋在圍林外 眼睜睜看著遊客登船 他卻只能坐下一班 鄉民他來的時候因為比較晚了 我們鄉民已經先登船完了以後 接著我們開始放一班旅客 跟團體進去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為了防止其他旅客會插擠進來 所以我們的鄉民等候區的門會關起來 船公司表示 船隻絕對是讓鄉民優先搭乘 當天是因為鄉民遲到 管制圍林已經關上 加上工作人員疏忽 沒有注意到對方的反應 對此感到相當抱歉 我以後這個圍林的管制的門 就不關起來了 我會派一個人在這邊 如果有鄉民來的時候 同樣的鄉民就可以先進去 往返東港和小琉球的東流交通船 每到假日總會有大量遊客湧入 為了保障鄉民權益 除了優先搭乘 全票票價也只要100元 因為這起事件被鄉民質疑 船公司只注重遊客 根本是大小眼 造成這個誤解 對琉球鄉民是非常的抱歉 那我們也會改進 交通船是往返東港和小琉球 唯一的交通工具 除了公營船隻還有民營交通船 競爭相當激烈 為了公司形象 船公司極力澄清 也承諾改善一定給鄉民更大的方便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 沒看到了 謝謝大家 infinite online 感情 Jenn